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和一个比他年轻二十几岁的人结婚 您会同意吗 估计很多人都会反对 外科医生莱七贵文当年也是如此 他和年过七旬的父亲说 这样不太合适吧 好面子的父亲没再提这件事 但是很快衰老下去 一年之后突发心梗辞世了 来妻追悔莫及 可再说什么 父亲也听不见了 满怀着对父亲的歉疚 他用父亲留下的土地做了一件 他认为会让父亲高兴的事 他建了一座新型的高档老年公寓 让老年人在这儿享受自由而愉快的老年生活 那么住在这个公寓里的老人们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呢 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作家渡边淳一所写的 傅乐园 这本书是青岛出版社出版的 傅乐园这个名字呢 是中文译本所用的名字 日文版名称就是养老院的名字 那又怎么了 为什么要取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这本书中这样解释 这所老年公寓正是本着 让那些不再受工作和世俗束缚的老人们 能够快乐随意的生活 享受人生的愿望而建 也就是说 我要遵循 那又怎么了的精神来经营它 这本书是渡边淳一 七十岁的时候 所写的一部小说 可以说是描绘了他心目中一个理想的养老的世界 通过描绘一幅老年人可以随心所欲生活的理想途径 呼吁重新找回被近代文明所吞噬的爱的本能 期盼人类能够早一点挣脱一切束缚 回归生命的原点 所以这部小说是鼓励老年人要不幼于世俗偏见 敢想敢做 敢爱 敢恨 享受无拘无束的愉快老年 这部小说描写老年人的爱情是它的亮点 全书总共有十章写了八个不同的情感故事 这些故事里有老年人的针锋吃醋 有老少恋等等 适度的刺激可以使老年人的身心变得年轻 这是作者渡边唇一的理念 也是书中的主人公来妻开办养老院的初衷 我们现在就来读一读 这部小说里面几个有趣的故事 在这个养老院里面 女性比男性多 所以很流行女追男 73岁的前空姐江波丽香女士便是这样做的 小说中写道 她喜欢七十五岁的花花公子丽木先生 书中她一出场啊 就是在食堂制斗两个情敌的故事 他们四个人在一张桌子吃饭 工作人员描述当时的情景说 江波女士说自己盘子里的烧鱼好吃 用叉子扎了一块 塞进丽木先生的嘴里 还一边说着 我尝尝你的 一边从丽木先生的盘子里 插了一块牛肉吃 她一看见丽木先生的嘴角 沾了鱼渣 还赶紧拿手绢给她擦 您看 这个江波女士 是不是比年轻人还豁得出去呀 她就这样赶走了自己的情敌 两人热脸半个月之后 准备结婚 可就在大家都看好他们的时候 丽木先生却又回到了旧情人的怀抱 江波女士毫不犹豫 一脚踹了渣男 等一年后 她宣布订婚的时候 大家才发现 对方竟然是报纸评论家 野村先生 您看 因为相爱的原因 他们走到了一起 不过 他们不打算结婚 只打算举办婚礼 因为他们觉得 这样可以避免将来 因为财产继承等问题 和子女发生矛盾 您看 江波女士告诉我们 老年人谈恋爱 也需要智慧 勇气 更需要果敢 找对人 才会幸福 世俗意义的束缚 不再考虑的范畴 没有麻烦 是最好的相处方式 江波女士呢 她要的是爱情 而另一位 小说中的主人公 丧偶的钢本性子女士 就有些不同了 书中说 71岁的她 疯狂地追求 54岁的莱吉院长 送礼物 打电话 写信 装扮成女学生的样子 参加养老院的 卡拉OK比赛 房间里还摆着 和莱吉的合影 等等 无论莱吉院长 怎么回避拒绝 她都是一句话 反正 我是不会放弃的 您会问了 这杏子女士 使尽了浑身解数 死缠烂打 究竟是什么目的呢 其实 读完小说 您才知道 她只是想 要获得一个拥抱 在《安魂曲》这一章里 杏子呀 用装病 把莱吉 骗到了她的房间 两人最终 合一 相拥而握 半个小时之后 杏子女士 对莱吉说 多亏了您 我做了一个好梦 做梦 对呀 刚才在先生怀里的时候 我做了好多梦呢 女人真的会这样吗 莱吉觉得不可思议 她望着窗外的夜空 喃喃道 什么时候死 我都无所谓了 您怎么能这样想 真的 我的愿望已经满足了 真的无所谓了 对莱吉来说 怀着好意 拥抱杏子小姐 只是一次安慰治疗 除了香水味道 有些刺鼻之外 她并不感到厌烦 甚至在一瞬间 对杏子小姐 对她的渴望 还有些感动 而对杏子小姐而言 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敢于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 敢于喜欢自己喜欢的人 敢于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 这就是她最后的洒脱 所以您看呢 富乐园中的故事 似乎并不符合 人到了什么年纪 就该做怎样的事情 这样的社会规范 有些故事呢 听上去甚至有点荒诞 但杜边纯一 在书中这样说 一个人 无论到什么年龄段 都可以进行恋爱 恋爱 是一生当中 发出的闪光点 年轻人 当然也可以谈恋爱 但是中年人 老年人 无论到哪个年龄段 都可以恋爱的 而且这种恋爱 也是非常美丽的 在生命的终点呢 让老年人 充分回归到 他们的本真状态 就像文明的进化 最终会引领人们 回归自由和尊严一样 杜边纯一希望 老年人能够在 获得生的乐园的同时 也获得爱的乐园 千万不要像书中的 另一个人物 大田庆子女士一样 早年沉迷工作 老了空有一身 荣华富贵 只有到了养老院里之后 那几年 才感受到了 别样的幸福 无忧无虑 想爱就爱 这或许 就是杜边纯一 最理想 最美好的老年愿景 但这其实 何尝不是我们 每个人的梦想呢 老了 那又怎么样 好 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 共读杜边纯一的 富乐园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好 好 好